大喜大悲冯提莫 刚开完演唱会就被告上法庭 斗鱼却推脱责任 冯提莫可谓是当下的红人之一 刚刚举办完个人演唱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却在举办完演唱会之后被告上法庭 起因就是冯提莫在斗鱼平台活动时候 播放了歌曲恋人心的片段 但是由于牵扯到了斗鱼官方的赔偿 官方却觉得很无辜 对于这个判决 斗鱼有所不满 官方认为这些都是冯提莫的个人行为 跟官方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官方不构成侵权行为 可以看出来斗鱼对于这次事件 并不是很想保冯提莫 这可以完完全全的说是人红是非多了 在冯提莫还是个小网红的时候 没有人说他侵权 如今踏入艺人界之后却被说是侵权了 说到底还是再次热度 冯提莫本身也是有很多原创歌曲的像佛系少女 所以他本人对于版权方面 还是很尊重的 冯提莫的粉丝们也纷纷站出来声援冯提莫 看来冯提莫有一群铁粉啊 这次的侵权事件冯提莫本身也是具有一定责任的 相信他本身也会尊重原创 并且担负起责任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和明书